PP石墨西超倒背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欢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四位帥哥美女 都是我们优秀的营养师 年终就要好好犒赏自己啦 看到好辣医师团 四位营养师坐镇 就知道今天的主题 跟美食有关啦 十分小妇女士五熊 大家好 年关将近 大家又开始要吃什么尾牙 太棒了 熟悉夜啊 要怎么吃啊 但大家又怕吃得太胖 对 要怎么吃得健康 所以今天请到营养师 来帮你好好调理一下 但是又不吃美味 今天介绍的可是 好期待喔 对... 好 但是绝对够营养的 好 而且够心情愉快的 來 麥克風介紹第一个 艾莎 嗨 第一个就是寿司啊 对 寿司现在很贵啊 有时候进去也是吃三千 五千 七千 一万的都有耶 真的 对嘛 但是就是吃的时候 真的是那个幸福感是真的是 觉得这个 你的眼睛都亮了 这家你为什么特别要介绍呢 因为呢 这家是其实是因为 我是透过一个节目 然后呢 就是要做一个 然后给我吃 然后呢 因为这个师傅 小姐师傅呢 是看他帅才介绍 他的确是在台湾的 寿司界的慕尊 慕尊 慕尊 对 金威娃桑 对 然后呢 他就是为我做了一个 冲绳料理 然后让我觉得超级开心 然后而且那天是还感动到 掉眼泪的那种 然后呢 他就还我做了一个 他就一个招牌的寿司 这叫做 变... 变... 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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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态的那个变态 变态 瓜哥你先吃这个 这个还没好 还没完成 因为说的是东西 有时候展示 它还没录 你都没有做 这是叫 早期是供奉给日本天皇的 一种食物 一种饼 这么厉害 他的这个外皮是非常非常的薄 然后就脆脆的 然后呢 他里面呢 有那个 好脆喔 那个声音 加上饼干 一般这个是放冰淇淋的嘛 这个颗啊 加冰淇淋 红豆腺那种 谢谢 那这里面是什么 还有那个 里面还有包那个 还有那个柚子 它外面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层次 然后甜甜的 它吃起来有点像那种 法国鵝肝酱的 黏黏的 很浓郁的在里面 很浓郁的在里面 好像果冻喔 对啊 里面喝蛋球做三天 两天再休息一天要做三天 吃到腌制是不是 没有要腌制三天 它甜心蛋为主要的内容 所以吃起来像鵝肝酱的感觉 对 那蟹肉好明显 是有蟹肉在里面 对 还有柚子的香气 对 好好吃喔 你现在在做那个变态做什么 对我先做变态做 我们可以先吃的污泥的 上面还有金箔 金箔耶 对 上面是鮪鱼 金箔 污泥还有鱼籽酱 葱 那个葱是什么葱 日本葱 日本细葱 它是香香的 然后呢 这个都不需要沾酱 谢谢 直接吃 你们看 金箔耶 对 那就不客气 我没有做这一次 早餐我都没吃了 为了它吗 然后再吃 8分5 就马分海胆 马分海胆 对 而且它海胆给超多耶 满满的 一般台湾会用的 就澎湖的嘛 对不对 澎湖会有分季节 是干的 很多海胆其实会苦 它的海胆是很好的 对啊 非常的好吃 好多鱼子这样 这个叫变态了 对 你看多变态 什么都最好的 都加在那边 最顶级的食材 全部都在上面 对 而且呢 这个黑鱼 有熟成 有熟成 熟成 熟成 像今天的鱼鱼的话 是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刚刚要三天 这个两个礼拜 超过 这样 这个就不是每一个 这个有限量供应 不是每个都有 有 真的吗 我们有 还有还会抖 你看 我们有 像少女的书胸一样 你看 真的很变态 真的 上面一堆叠一堆 马粪海胆 鱼子酱 真的 太辛苦了吧 熟成鲑鱼 对 很好吃 这样一口下 好棒 好吃吗 你的鲑鱼为什么这么软 这个鲑鱼 因为有熟成 因为它熟成 会软化它的肉质 然后鱼的味道会更浓郁 然后搭配这个海胆跟卡比亚 它两个整个会融化在一起 好嫩喔 入口即化 基本就不用咬 好嫩喔 很新鲜 它进去的不是你吃鲑鱼 还有嚼劲 有时候会咬到筋 没有 它整个就软化 跟鱼子这样融在一起 对 很像奶油的感觉 这道超变态的 真的喔 这样吃完 我们别的就不用吃了 其实其他就这些 这个是我们的招牌 这是什么 这个是融化壽司 还要炙烧 它就是有笔木鱼 然后炙烧 上面是炙烧完之后 里面就还有一个是 那个穴子 姓曼 台湾是姓曼 鰻鱼 但是它是比鰻鱼还要 台湾是姓曼的 你讲的是姓曼吧 就是软软的 没有像 谢谢 不像鰻鱼口感那么的 它更软 那么对 那么有嚼劲 它是松松的 葱泥 非常好的鱼 对 它上面的东西 到目前吃下来说 都是软一软 对 都会有机化 就融化掉了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因为真的超级爱吃美食 其实这些 常常吃的话呢 对 就是还是身为一个女艺人 在吃太多 是 一定要好好上公告 不然没钱吃 对 因为要吃美食 还是要花钱的 对 我们可以吃 这是什么 这个是Saba 这是生的青花鱼 对 中间这个是若林 还没吃过生的 青花鱼 还有寿司姜 这是大阪的风味的棒寿司 对 一般我们没有吃到这种 你看上面带有 鱼皮的鱼寿司 很特别 上面还有白色的昆布 是吧 对 我这 这样吃下去好饱 对 很满足 对 所以就是还是 我会在家里先做棒式 今天晚上要去吃 就是好吃的 然后就做棒式 然后就一直跟自己对话说 我要吃好吃的东西 而且我必须要把它完成 真的 要不然就是告诉自己说 我要有羞耻心 我要吃 吃完之后就觉得 我今天可以吃了 然后另外呢 我都会每天都会喝这个 炒过的 还有这个也是 艺人 对 炒过的艺人 烧水肿 对 然后就是要每天 要泡茶的 对 就是每一天 前一天晚上 泡一整个晚上之后 隔天我就喝汤 然后我每天就水 就我从小就习惯 就会带着水壶 然后它就是我的 就是 跟生命一样很重要 它是可以让我走水肿的 生命 喝水滑跑 真的很重要 对 但是有利尿的效果 为什么一定要炒过 它要炒熟之后 有那个香气出来 然后它的 因为一泡它有甲 比较好吸收 对 它会比较好释放 那你才可以排除钠 才可以消水 就像番茄要炒过 才有茄红素的意思 对 但是因为其实一般的淀粉类 大部分不能生吃 所以它要经过炒熟 它相对会比较安全 介绍一下我来 我还想说 就请师傅介绍这个 这个好好吃 大家没有介绍一下 这个超好吃 玉子烧 玉子烧这个 很多店都是它 可是它真的做得很好吃 你要吃一口看看 这是玉子烧 对嘛 玉子烧 它是 超像蜂蜜蛋糕的 每家日本料理去做玉子烧 是代表什么 像铁板烧在表演炒饭一样 对 它是一个技术性 真的啊 所以每天吃铁板烧 大家会考师傅 最后来个炒饭啊 其实它很累嘛 它最后做玉子烧 大家来看它的功夫做得怎么样 这很棒耶 因为一层一层叠出来了 玉子烧是一层一层 慢慢慢慢慢慢 它有蜂蜜的香味 它就玉子烧 真的很像蜂蜜蛋糕耶 其实它是用骨肉 还有那个山药 所以它没有加任何的面粉 还有没有加任何的水 它是慢慢慢慢去红的 红 拔红的 大概花了什么两个小时 才完成得非常的好吃 因为它的口感 会跟你一般吃的玉子烧完全不同 因为一般的玉子烧 还会吃到像蛋饼的那个 蛋的感觉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才吃了 像山药泥有没有 入口即化的化 所以我为什么要叫你先介绍 因为这是我吃过这个 玉子烧非常好的一个 真的 它很绵密耶 对 它电池 它电池在大安路 对不对 大安路 这谢谢师傅 第一个就好精彩 对 金莫拉山 谢谢 谢谢 其实日式料理是一个非常推荐 外食可以减肥的好地方 因为它相对热量最低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 就是我们在日式餐厅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法宝 给大家参考一下 一定要搭配它 才能够让你就是 减重的时候跟着一起熟 好就是它 它看起来吧 对不对 很熟很熟 尤其是比如说像 大家一定有吃过回转寿司 对不对 旁边是不是就会有一个 一压下去的 对不对 其实那个里头就是热水 热水旁边有时候都会放抹擦 抹擦 所以如果想要减重的朋友 比如说我们一盘寿司 大概热量就是50到70卡 所以想要减重的朋友 你可以抓就是10盘 怎么吃都OK 10盘 那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顺序里头当中 就会建议大家 因为抹擦呢 它其实有额茶多分 可以帮助我们这个 就是调节我们的这个体脂肪和新陈代谢 那同时呢就是我们吃个三盘 你可以休息一下 喝一杯抹擦 然后再来另外就是说 因为我们喝一杯茶 可以让我们缓解一下 在等待的时间可以跟朋友怎么样 比如说跟明明聊聊天 跟乙里聊聊天 那在这个聊天过程 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 所以就把时间拉长 中间每三道就来喝一杯抹擦 每三道喝一杯抹擦 可以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外食里头 可以跟朋友聊天 同时呢可以让我们增加饱足感 接下来呢 就是我跟婉萍营养师一起聊天的时候呢 我就会从她的杯子里加入这个法宝 黑豆 其实跟艾莎准备的赤条红豆 跟你的艺人的原理有点像 但我自己在家是喜欢炒黑豆 因为黑豆它其实搭配日式料理 有一种很特殊的香气很好吃 那你就可以在那个抹擦里面 日式料理的抹擦里面 你就直接 那你就可以 那那个味道会明显吗 会蛮明显 它会变成黑豆绿茶 其实那个黑豆茶香 它就是一个消水肿的三宝 黑豆啊 赤小豆 还有那个艺人 艺人 因为绿茶也是可以消水肿的 对 所以建议大家去日料店的时候 就是可以搭配这些 那曾经其实 其实刚刚婉萍也有讲到说 建议在石盘内对不对 其实我曾经在门诊上面 我就遇过一个女生 她说她为什么去新公司之后 一个月就胖子三公斤 那她是想找原因嘛 后来她说她的公司 其实就是聚餐的时候 就很喜欢到这公司旁边的 那个寿司店去聚餐 可是刚好好时不时她不吃生的 然后老板又说尽量点尽量点 最后来她都只能吃那个熟的寿司 豆皮寿司 玉子烧寿司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肉松手卷 对 所以她就导致于她一餐下来 她吃很多淀粉 那像我们寿司一盘不是有两颗吗 对 两颗其实就大概四分之一碗饭了 所以你吃四盘 其实大概就是一碗饭 可是大家一定会点超过这个盘处 所以你就会吃double的这个淀粉量 所以建议大家你一盘里面两颗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朋友 就是一人share一个不同的口味 然后建议控制在十颗 八到十颗以内的一个寿司量 是比较好控制淀粉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医疗门诊里头 有一种人他是不太适合吃生鱼片 对 因为我们都会知道生鱼片 dha epa很高 可是比如像以理也会知道 我们在教慢性病的朋友 他的甲离子如果过高 生鱼片是生的 所以他甲离子会比较高 就不适合他们用这样 年纪太大的老人家 他的可能要煮熟 或者是 或者是像是 肾脏病人 对 肾脏病人 肾脏病人其实有 陷甲的要特别小心 会水肿的 心脏会不好的 对 有些心脏病人 他可能有肾脏病的 这个也要特别提醒 可是他们会很体贴 有时候你全家来 带着奶奶他们来 他也不可能吃这个 你还是有熟的料理 这家真的很好吃 非常非常好吃 谢谢艾莎 艾莎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是朱蕾安来推荐 是 我 朱蕾安介绍这个 是我最喜欢吃的牛排 真的 我过来才知道 郭哥竟然是忠实客户 二十年的老客户 从精华城 开始吃 每次去为什么 很有出国的味道 我每次到那边就感觉到 国外很放松 整个装潢啊 然后整个风格都是很 对 木头的好像 现在在富贵 贵妇百货 贵妇百货 对 我订不到位 老姑娘还订不到位 糟糕 现在开始都订得到 因为我们家有老人家 就要补血的 对 真的 比较软嘛 没错 像刚刚瓜哥有说就是 可以感受到出国气氛 因为我后来研究 我才发现这家店 其实在美国 它已经差不多有近百年 就就是近年的历史 好久 然后他在美国 LS有名到就是那种 你翻开旅游书 他就会介绍 就说你来到 比佛利孙 就是必吃Lauris牛排 对 然后那时候我老公 我老公其实大概从高中 毕业就住在美国 然后他就爱上这家店 然后几乎都是 即使没有朋友陪他 他都每周都要去吃两次 一个人坐在那边 吃一整个牛排 好性感 后来你认识他 就每天吃这个 后来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好像就是 后来搬回台湾嘛 然后就想念这个味道 可是瓜哥你吃过 你知道他就是味道 就是跟其他牛排 就是不一样 尤其他的生菜 生菜沙拉 还会在你面前 表演那个盆子这样转 就是你 就是那个盆子 就是这样 限半 然后限转这样 对 以前那个盆子 那个地方的位置会比较方便 现在开始这个 人太多 没有位置了 而且盯不到位置 盯不到位置 但是朱莉安 你有诚意啊 把这部车看 对 夸张耶 对啊 这台车 大实贵的 不得了 这个是师傅要现切吗 主书 这是猪帅比赛冠军 不是猪帅 就是 就是那个公司认证 每个师傅都要考过试 然后他切出来的分量 才会达到一定的标准 那他有很多熟成的牛排 这个 这个就不是 这是 私事熟成 私事熟成 最有名的牛肋排 可能点这个就是马上 生菜先弄完之后 接下来要打开这个了 推进来 推进 一带里面有什么 线 线 这个肉也太多了吧 看到没有 这个不是车 它有保温吗 有 它有保温的效果 一定要放在里面 又不能太熟 对 是的 像这个是三分吗 是的 三分是一般人吃 有的人可能要吃五分 到人家可能吃到七分的一分熟 差不多 那你可以现切表演一下 因为像我自己 以前在其他牛排店 我都是吃七分 可是我在这边 我一直试一试 到最后我都吃三分 对 因为我发现三分竟然 因为听起来会很熟 很深 对不对 可是其实不会 不是 一般人害怕有血水的场 对 但是吃牛排应该是这样啊 对 瓜哥也是吃三分吗 对 有带血水的 好大块 内行 真的 长辈看了会有点 我觉得太害怕 但其实这个吃起来 完全不会有那种很深的感觉 反而是那个鲜甜的味道 它是很漂亮的方法 你今天切比较厚比较大 平常没有掉 大家不要误会 拜託賓 所以今天特别吗 今天胖大分 你要点多少 要小要大都可以 还有更大的 还有16盎司更大 对 你现在切的是几盎司 10盎司 10盎司 它可以到16盎司 10盎司有时候 夫妻吃也可以 对 一个人吃完是有点多了 我觉得那种 可能高中的男孩子 可以到这个层 对 很能吃肉 好 你看喔 好美喔 看起来好好吃喔 这里有菠菜泥 对 还有这个是玉米 奶油玉米和青豆 然后马铃薯米 马铃薯米 这个酱就是肉酱 对 这个肉酱超好吃 今天真的超幸福的 GRAVY 这是女僕吗 是吗 没有 没错 她是服务生 因为我好多朋友都是 每次来到老律师 他们就会说 你们家服务生 每个都好漂亮 我每次来 很多人觉得 就是其中一个大福利 对 就是服务生 然后制服很漂亮 上这个时候 他会给你那个冰的汤匙 没错 他是 这边是 他上这个 因为他是要 冰炫翡翠沙拉 会先给冰池 然后吃完以后 再上这个是牛排的 我这样吃一大块 会不会太浪费了 不会啊 先切着吃啊 你不是预约不到吗 好幸福 预约不到趁现在 对 预约到趁现在 你切好 我吃你了 好了 这大块 不是 快 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 来 你看 看起来是很深 好嫩喔 那你咬起来真的是 跟日本料理 刚刚入口即化的感觉 非常好吃 而且 这家我不得不说 他们的服务之好 因为有一次呢 我那时候怀孕 然后我先生就想说 吃宝宝就是要吃牛 所以他就带我去吃之后 没想到我们点完餐 他送餐来喔 刚好 好幸运 送错餐 结果 他又说不好意思 又再补送一份 更大份的餐 所以我们那天 两个人就吃了三份餐 服务真的很好 你看 你刚切边边的还太熟了 对不对 因为边会比较熟 麻烦你切中间一点好了 瓜哥 没有问题 这份就是 铁了心要打包回去 一定要铁了心打包 因为这么大份 它好嫩喔 切起来有像黑鮪鱼的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因为台湾好吃的牛排店 真的很多 但是要找到 像这样子的味道 就真的没有 好像没有 做法都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三份很可以 我爸也以为会不会太深 但是OK的 不是想象中那种很深的感觉 反而是就是很嫩很鲜甜这样 我本来不敢吃三份的瓜哥 可是我刚刚 咬起来刚刚好 咬起来刚刚好 对 我其实也非常喜欢 他们的旁边的这个味道 菠菜泥 菠菜泥 其实好好吃 像我老公他最爱的就是 这个奶油玉米 真的 他就一直问人家说 可不可以再多给我一点甜蜜 当然可以算钱就好了 大家就会再拿一盆给他之后 我也是会给好几盘的 真的 奶油玉米很好吃 对 因为他奶油玉米好甜喔 对 而且你知道 营养师平常都会说 不要用肉汁拌饭 但是我刚才忍不住 把他所有的肉汁 都跟馬铃薯拌在一起 因为太好吃了 像这个 约克夏布丁饼 就是也是会附在牛排旁边 会给一个 可以当主食 它是布丁喔 它其实名字叫布丁饼 但是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 英式的面包 非常传统的英式面包 然后就是沾着这个肉汁吃 然后肉汁不够也可以跟他要 然后我老公也很喜欢跟他说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壶肉汁 因为这个肉汁太百搭 葱抓饼 葱抓饼嘛 对不对 没有葱 但是那个质感 抓饼的感觉 外面是脆的 然后里面又是有点嚼劲 QQ的了 所以它偏 就是味道比较重 是咸味 其实它是烤牛肉的时候 牛肉滴下去的油 做成 所以才那么香 对 这个牛肉呢 有时候带 带长辈去吃补补血 而且它的牙口 也可以咬得懂 真的 美食跟健康其实很矛盾 就是想要吃好的 但是我们要顾到健康 那尤其是刚刚提到 牛肉它有它的好处 补帖 但是它有它的一个风险 就是说它可能相对你吃太多 或是吃太油了 可能会造成 飽和脂肪酸过高 但不用担心 就是我们在吃牛肉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法宝 就是 什么什么 大蒜 生的蒜吗 对 生的蒜 其实生蒜来讲 当然它的硫化素 还有里面的一些 我们在讲说抗氧化成分比较高 但是相对来讲 像有一些比较 连锁的牛排店里面 它有附生蒜 那有一些牛排 它可能有烤大蒜 那我觉得烤大蒜呢 它是在你吃牛排的时候 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 因为烤大蒜大部分都会加橄榄油 那加了橄榄油 对大蒜呢 它会提高它的蒜素 预防心血管疾病 让你可以多吃一点牛排 所以如果你在吃牛排的时候 如果有烤大蒜 你可以点它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蔬菜里面 特别提醒就是可以点 你看我们在那个国外 美国他们在吃牛排的时候 不是旁边都有绿花野菜吗 那其实它有它的道理 因为绿花野菜里面 它的萝卜硫素 它有一些牛带配糖体 植化素非常的高 刚好可以幫助你排油 幫助你解毒 然后再来就是把这些牛排的油脂 把它代谢出去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吃牛排的话 我刚介绍了两个食材 大蒜跟绿花椰 其实是必点 然后但是牛排 其实它是属于比较 我们在讲红肉嘛 所以我们还是要控制量 因为我们在门诊 曾经有遇过一个男生 他也是我们的那个电视工作人员 然后他因为他在做 一年一度的健康检查 发现他脂肪肝过高 结果他就想说脂肪肝过高 那我是不是就是控制饮食运动就好了 那他每次在做完 一个小时之后的运动之后 他就觉得说 要补一点蛋白质 他就吃了5颗的水煮蛋 加5盎司的牛排 但是因为过量了 吃了半年之后 就是发生第二期的这个肾脏疾病 在讲说肾脏衰竭的问题 但还好第二期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的蛋白质可能要减少 要嘛你就吃牛排 就是5盎司以内就好了 要嘛你就吃鸡蛋这样子 后来之后其实还是有做改善 但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牛排 毕竟他还是红肉 你的量可能还是要控制 但是相对来讲 如果你有在运动习惯的人 其实牛排里面的铁 他可以帮助你体内的这个氧气充足 反而他让你比较有精神 所以瓜哥刚刚提到老人家 为什么吃牛排是好的 除了补铁之外 他也会让你氧气足够 你会觉得老人家吃完这一顿 不只开心 其实他有活力这样 就像女生月经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 月经来或结束后 是不是要去吃点牛肉补血 对 其实在月经周期的时候 是非常适合吃牛排的 对 因为刚好我们这时候 铁子大量流失 所以迅速地补充 它的吸收率反而是最高 那我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平常吃牛排 会搭的一个小pepper的食物给大家 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做油肝果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 油肝果 因为它其实 这个油肝果 它在客家化 它就是 我的客家化说不好 叫油肝 它就是说吃了以后 会有肝肝的 那最先它其实是很酸 因为它维他命C很高 那这个其实在这个印度 称为印度圣果 其实台湾本来就有种 大概可能就是民国三十几年的人 可能会就比较知道说 这个东西 那因为它非常的好 所以最近这几年 就是那个苗改所 就是他们有种 重新就是说推这个东西 那它的维他命C呢 比如说它100公克 就有300毫克的维生素C 就会等于是 9颗的柠檬 好厉害喔 4颗的奇异果 2颗的芭蕾 所以它其实维生素C含量很高 那比如说 因为有时候 像我们吃这个牛排 它会吃到最后 会有点腻对不对 那这个油肝果 你就可以弄成一点 就是撒在上面 让它味 就是也顺一下它的味道 不会这么的腻 再接下来像刚才她说 像有些我们韵琪 或是我们女生这个贫血 那油肝果因为维生素C很高 可以更帮助我们铁的吸收 对 它这个吃起来是酸酸的 对 它最先是酸 然后最后就会转换成肝 可是因为你撒成粉 你就不会觉得它这么的酸 对 它其实是一个新鲜的水果 但是因为产季的关系 一年只有9月到10月才会有 就是它短季很短 所以那现在就会变成 它就是用冻干的粉 对 然后就是保留下来 所以像我自己就会把它拿来 比如说吃完大餐 心里不安 我就会拿来泡一下 然后我就记得 我有一个客户 他就是这样子很爱吃牛排 后来因为他心肌梗塞 就是有装支架 那因为他害怕到了 所以他就先去一个养生度假的 去做一个调理 后来他调理完以后 那他就回来 那回来就到我们诊所里头 我们就固定这样追踪他 那追踪到一年后两年 他的那个胆固醇都很好 所以他就放轻松了 就要放轻松后 又开始又吃 每天就常常吃这个牛排 对 就后来又装了第三支的支架 所以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这些都可以吃美食 大家都可以享受 但是频率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我们心血管 我们的血管里头 其实很多人都会以为 胶原蛋白只有在皮肤 其实没有 血管里头都是胶原蛋白 所以为什么要跟维生素C有关 因为这些东西 都会跟我们的胶原蛋白有关 所以就是吃完大餐以后 我们稍微就是减少一点脆弱感 然后提供保护力 好 那油肝果的维生素C 植酸 柠檬酸 这些东西都很高 好 可以给我们一些保护力 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比较单纯 就是生菜沙拉 可能一碗汤 麵包吃完就饱了 比较是食物的原型 对 你如果是吃太多菜 七八量菜 鸡鸭鱼肉 你把它吃得比较炸又咸 反而更加的负担 谢谢 谢谢两岸 谢谢 好 接下来要我们的 柯友人要来介绍 这个是顶级麻辣锅的介绍 好香喔 冬天这一锅其实很重要 瓜哥 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只要是 香港的朋友来到台湾 他们就对麻辣锅 好像是有一种上瘾 这一家开始 马拉城开始之后 就是香港的朋友 基本上我们全部都去这边 因为他后来有一些 很漂亮的包厢 那大家就是他们来有头有脸 希望可以 吃的时候不要被人打扰 他其实最早在南京东楼 那个叫六福 那个叫饭店现在没有 对 没开了 我讲算 对面 对面他只 高一楼只有卖两桌 是 一天只卖两桌 中午好像有卖 中午有卖 有卖 就一天都有卖四桌 一桌是三万块钱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对 后来就改到他的装潢 就变成说拉一些帘子 就是正常的位置 比较隐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对 然后吃饭的时候 刚刚瓜哥也想说 其实他里面是不给 不给饭 对 我们大概流行什么 什么意思 因为他汤不咸 对 这要怎么讲 吃过的时候他汤头真的很 是可以凋本的 对 麻辣压血 要用刀叉 你们 对 你千万不能用筷子 会被扁 我跟你讲 真的 他都很特别的吧 请 有人来示范一下 会抖一下 对 他叫果冻鸭血 他是果冻鸭血 每一桌上 后来我带很多朋友去吃 都说 真的介绍太好了 他的汤头 就是大家 很喜欢用饭淋上去 对 可是他就不卖你饭 所以很多人会去 隔壁卖自助餐的 去买饭 真的 偷偷戴上去 然后淋上去这样 老板为什么不卖饭 没有 因为他想好好享受他的鸭血美食 就可以尝一口汤 你可以喝喝看 好香喔 真的不咸 而且他有中药的香气 对 他是可以这样喝的 他的鸭血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我来帮大家弄一块牛肉 好 我好期待 然后他那个烫都不能烫太久 因为他们在店里面的时候 都有他们的店员 其实他是不用烫 他是用这个汤去淋 对 第一次 因为空碗去淋让他熟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碗 这样其实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来 对 他牛肉非常的嫩 非常嫩 可是咬下去是可以咬得动的 直接吃吗 非常香 你不要害怕那个红红 你就吃 有事就有事 然后我太太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 其实他们说怀孕的不能吃辣 可是因为我太太刚好在怀孕的那段时间 他就是每天要吃麻辣锅 对 那后来我们就真的是 他怀孕的时候就 贝贝就是每天跟妈妈一起吃 我妈妈过这样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他的辣很可以 他的肉好嫩 但是 而且 那个肉汁超棒的 他是比如说这一片对不对 然后 在蒜苗 比如说像这样 放在中间 对 然后包起来 这样吃 一口就来吃 对 有肉有菜 有肉有菜 那个声音 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好吃 这样子的包法很好 它还有一个叫做 老饕肉 老饕肉就是里面有牛肚 牛腩那种炖好的一锅 那叫老饕肉 好吃 以前它最早是为什么叫套餐 这个吃完之后你觉得有腻对不对 第二锅上来的就是青菜 青 铺满了辣 对 对 对不对 这个老板喜欢 潜水 对 所以每天到他的墙上 都是他拍的那个潜水的影 对 他自己拍的 潜水的时候拍的 这好好喝 贵妃分子影 酸酸甜甜的 它里面为什么要叫贵妃分子影 因为以前贵妃喜欢吃荔枝 贵妃一年是很难得 才会派几颗荔枝给大家吃 对 我咬到了 你咬到了对不对 那就是很奢侈的 吃辣的时候 喝一点 咬到有东西分子会喷出来 爆掉这样 这完全就又解腻 又可以再继续吃了 瓜哥它以前其实 就是你去吃的年代的时候 它是比较 就是也是偏昂贵了 就说如果我们领一级的钱 现在没有 比较大中化一点 这螃蟹一定要扒一下 要不然太可惜了 我们扒一下吃 真的太浪费了 你看大家看一下 可是一个偶像歌手的话 不是要控制隐私 对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 我很迷失的地方 对 因为我中间的确有 就是觉得 我觉得吃麻辣锅 它辣的关系 跟四川人嘛 说四川的女孩子皮肤特别好 是 而且四川的女孩子 四川的女孩子 她们特别先瘦 都是因为每天吃麻辣 对 所以我就迷失在这里面 我觉得只要 要发片的时候 所以你反而吃很多麻辣 对 有整个麻辣锅 因为有时候 以前他们叫你去吃地瓜 地瓜吃到 就我都已经精神错乱了 你知道吗 减肥的时候 是 那我就说好 没关系 我一样带地瓜 偷偷把它尝到桌子底下 吃一点肉这样子 那起码这是有味道的 对 你在加地瓜这样吃 对 我是陪地瓜 就是偷偷一样咬一口地瓜 还不给人家店员 好特别喔 这样有效吗 我 现在是瘦回来的 现在是瘦回来的 我觉得麻辣锅是重点 是咸会让我们走 是 其实如果要去吃麻辣锅 我们有个法宝 可以尝试看看 就是我们的气泡水 那不是很容易饱吗 对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饱 我们可以在吃麻辣锅的过程当中 可以搭配那种气泡水 然后你就会有饱足感 因为气泡水里面 畢竟还有二氧化碳 所以你在喝的时候 会非常有饱足感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 或者是胃比较不好的 我们就不建议喝太多的气泡水 因为可能会更容易地 喂食到腻尔 那如果是一般人 如果想去吃麻辣锅 因为麻辣锅其实会胖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汤底 它的辣油特别地多 像我之前就有一个学生 在饮食控制的时候 他不知道说其实减肥 也是可以吃火锅的 那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 他那个大学生 那时候他在减肥他就说 可以吃火锅 那刚好我们家附近 有那种小火锅 他就每个晚上 都去吃那个小火锅 然后控制一阵子 发现 营养师我的体态 没有变得比较好 然后到时候我才发现说 原来他也很喜欢吃麻辣锅 那么麻辣锅那种汤底 我们就要很注意 如果想去吃麻辣锅的话 我有一个做法就是 我会跟那个店家说 我想把那个辣油给降低 就把那个辣度有沒有 它降低的同时 你的辣油就减少 他会帮你把那个辣油给撈 辣油给撈掉 然后我会点鸳鸯锅 然后我们一些料理 比如说要煮的 放在那个酸菜锅 或者是没有辣油那一锅 那我们的肉片 或者是那种比较快熟的 我们就可以放在麻辣这一锅 这样吃就可以减轻它的负担了 而且麻辣锅吃那么多 为什么说这家好了 因为它汤真的能喝 真的 你在想象中 乖乖乖乖乖乖的时候 那真的好吃 谢谢 其实麻辣锅现在已经是 我们台湾的国民美食了 所以你要吃它的时候 你可以尽情地吃它 因为我这边有 好哇 对 因为你知道这种美食 大家一定要吃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会介绍 这四个东西呢 因为在吃麻辣锅的时候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 油脂过高 那第一个辛香料 刚刚瓜哥已经做了非常好的示范 它把葱姜酸包在这个肉里面 那辛香料可以抗发炎 而且确实是可以做一个排毒的作用 所以辛香料在麻辣锅的时候 你就尽情地吃它吧 所以就可以多吃越好这样 然后另外我觉得两个蔬菜 这两个你一定要点 就是金针菇跟黑木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蔬菜 是在麻辣锅里面 所有蔬菜里面 膳食纤维很高 而且是比其他蔬菜多了三倍以上 所以那高膳食纤维可以有什么作用 可以帮助你这一餐 如果你吃了小肥牛 或者是吃比较油的东西 那它可以帮助你的油脂代谢掉 让你吃的比较没有负担 那最后呢提醒大家 就是在饮品的部分呢 虽然说有很好喝的这个茶饮 但是可以点一些 无糖的绿茶 那点的无糖绿茶 它在我们体内 它有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 但是必须得要搭配一个重点 就是吃完麻辣锅之后呢 麻烦大家呢 可能要稍微走路一下 那走要走多久 就是大概走20分钟以上 我们才可以燃烧到我们的脂肪 所以搭配无糖的绿茶 是非常好的一个饮品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尽情地吃麻辣锅 但是你记得要搭配 这四大排油的天王这样 那吃麻辣锅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毕竟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人 春夏秋冬都在吃 那因为它又是一个热锅嘛 对不对 热热的 那我之前有个病人呢 他很喜欢吃麻辣锅 一个礼拜大概吃三次以上 那他怎么吃法呢 对 太吃太多了 太多了 但是因为他怎么吃 他就会先吃 比如说开始吃肉啊 海鲜类 吃完之后 他中间就会插一个冰淇淋 对 就想说吃太热了 然后就去挖了两球冰淇淋 再吃 然后吃完冰淇淋之后呢 又再去吃麻辣锅 所以呢他那时候在吃的时候 他同事就问他说你这样不会觉得很 很复杂吗 因为又热又冷这样 他就说因为要把这个钱吃回来 因为冰淇淋 所以热量太高了 对 我相信很多人在吃这个麻辣锅 所以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 就后来吃到一半的时候 他说他其实当下吃完到一半的时候 他其实有点不舒服 就已经去拉肚子 可是他想说不行一定要吃够本 就吃到最后呢 结束了之后呢 他就没有回家 他就直接往医院走了 对 因为后来就吃 因为太刺激了 然后就在医院的急诊 住了一个晚上 所以其实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你要吃麻辣锅 你要嘛就是热的先吃完 休息一下 你再吃冰的 不要这样混合着吃 其实对未来讲是蛮大负担 真的喔 所以你看我们享受美食之外 也要听听营养师的建议 吃要享受美食之外 也要吃出健康的 没错 谢谢友人 谢谢 谢谢 好 这个我们营养师呢 今天也要派一个代表吧 是 没错 就是我 来介绍这家事 好 在这个牛年的尾声 我一定要先考考瓜哥有问题 你知道三只牛念什么吗 三只牛啊 念奔 奔 答对了 对 我以为不是 很奇怪 不是 这个铁板烧就安和路嘛 对 今天我要带来的 就是这个知名的铁板烧 三只牛的一个 可是他现在百货公司也有 也有 然后他们本店还在安和路那边 是 然后我会接触到这家 其实是因为老实讲 我在当妈妈之前 我是低牛不沾的人 我不吃牛 但是我老公是爱牛如吃的那一种 后来那时候我怀孕 他就跟我说 我跟你讲 吃牛肉 补铁 对妈妈 宝宝都好 那我就想一想 不对 我是营养师 我就去查那个资料库 跟他说 我跟你讲 牛肉不是铁质最高的肉 就硬要拿他专业disk他一下说 所以其实我还不一定要吃牛 后来他就三番两次 就是会拿牛来热脸贴我冷屁股 我跟你讲 超好吃 这个我跟你讲 就是讲话讲很重 后来我都说 百般诱惑你还是 对 我就跟他说 我没叫你不吃牛了 你就不要勉强我吃牛 是后来有一次他真的认真了 他就说 你到底是不是我老婆 然后我就觉得 我讲这话 所以再不吃牛 咱们就离婚吧 没有 没有这种事 然后他就拿下来 我就想说这一口不吃 真的会有事情 所以我就吃下去了 那你这个是隔几十年 没吃的你们 二十六年左右 那时候 那时候的第一口牛 然后你知道不吃牛的人 一开始吃牛 会有一个味道 后来我就那一瞬间 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要吃牛 所以我小孩竟然第一次太动 他就好喜欢 他就踢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紧张 还是也是喜欢 你这个有点夸张 因为我那时候怀大饱的时候 他常常在睡觉 都不太动 然后我们就很紧张 那一次宝宝的体重 刚好是幅度上升最高的一次 然后我自己没长到 那我就想说 每个宝宝体质 跟妈妈确实不太一样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个小孩体重增加 对 就是养胎不养肉 后来我从那一刻起 真的就开始吃牛 那我先生就开始 网罗一些牛的料理的店 后来他带我去吃这家之后 我吃到他们的和牛赤身 因为一般不吃牛的人 吃到会觉得有牛味 好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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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入口即化 因为他老实讲 我在吃他的时候 我有爱上 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牛腥味 没有 反而有一点甜甜的铭鱼 然后很像在吃黑铭鱼肚的 那个口感 就是很滑顺 那再来瓜哥 你一定要试试看 他们的这个 他有点涮变 你看到吗 对 他有刚刚营养师提到要吃的 大蒜都在这边了 白盘都在里面 这也是和牛吗 对 这个是那个 顶级的A5和牛 然后可以吃吃看 他的口感也是一样 放嘴就化掉的那种 很美妙对不对 对 就可以开始奔跑了 小孩子才会太动 奔嘛 对 开始奔 那 这边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很多人都说和牛 是不是会有一种 太油腻的感觉 其实不得不说 和牛 他的A跟5 我想跟大家讲讲是什么意思 A指的是这个 不流率 也就是他保留的这个比例 就是你这个牛处理过后 你能吃的比例 跟他占原有的比例 如果高达72%以上 就是高于标准 它就可以定义在A等级 那再来这个5指的是那个 它的一些肉质等级 或者是脂肪纤维等等 它们会有一个评分表 那这个评分表 可以从1分打到5分 那这个评分表你要打5分 5分 5分 4项都要满5分 才会是A5 所以A5大家会说 等级越高油花越多 确实 对 这边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就是蓝龙虾 蓝龙虾 我们都说牛肉是 飽和脂肪酸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建议说 你可以搭配一个低脂肪的 蓝龙虾低脂肪 对 它的脂肪含量是 所有肉类里面算是 低脂肪的海鲜 对 它过敏 我没有口服吃龙虾 那瓜哥你一定要 我不吃会过敏 你不管吃 因为它的脂肪比较低 所以它就会有一种 弹牙脆口的感觉 它好鲜甜喔 它是甜的 它是用高温直接去煎 然后其妇的那个手艺 你知道就是非常厉害 所有的味道锁在里面 对 它会锁鲜 锁水 锁味都在里面 好好吃喔 这虾 你不吃虾啊 我吃蝶瓜 我吃蝶瓜 你 参与一下 其实你应该会 你应该吃 你应该吃 为什么 因为医院蛮近的 对 等一下 牙医生都在嘛 对 皮肤科什么都在 那只是过敏而已 好好吃喔 而且它这个低脂肪 像瓜哥你真的就是 如果在意饱和脂肪 那太高 你看我身材会在乎低脂肪 你那么重视健康 对不对 我们要搭配一下 就是他们的这个菠萝包 它其实全名叫做 松露华诞沙朗菠萝包 真的是菠萝包耶 它是澎湃的一道 它是小菠萝包 它好可爱喔 里面放东西 它里面是pride等级的那个牛肉 然后切成薄片之后 夹到我们传统台式的 这个菠萝面包里面 所以你就会吃到那种 美式的菠萝面包 台式 很台式的菠萝面包 对 好像丟相吃 你不是单吃的好不好 对 它是整个开心的 开心的 它要冲撞出那个口感 你要不要去面包店买明星 它是 要冲撞它 对 要冲撞 就是台式冲撞美式的那种感觉 一口咬下 对 就这样子 整个吃下去 好滑了 你可以当作最后的那个味 就是有一种甜点味的感觉 是不是 不是 圆满跟松露 对 它就是松露花蛋 然后会有一种很丝滑的口感 全部是松露的味道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 菠萝面包的甜感 对 加上牛肉的香气 还有汤汁油的味道 还有那个菠萝辣的味道 有耶 所以你就可以在最后 我觉得可以品尝一个菠萝包 对 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 对 所以这一餐吃下来 你就会觉得很满足 就是有牛 然后有海鲜 然后有一个台式冲撞美式的点心 这几次下来我真的太满足了 我刚刚师傅讲 他们之前的菜现在没卖 怎么看 他说这是二十几年的意思 太久了 那时候我还没十岁 就是二十几岁 我都晕了 什么 这吃到现在的 你看看 其实我们营养师 带来的这一道料理 已经算是我们在吃美食里面 可以选择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吃铁板烧的时候 我们可以控制一下师傅 好 就是因为师傅 不是在前面做菜吗 那因为铁板烧 它是一道一道上的 所以呢 基本上在做料理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商量的 那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老板娘 那他的饮食习惯里面 他喜欢吃就是一道一道上菜 这件事情 所以他非常喜欢吃铁板烧 他宴客的时候 也都是请大家吃铁板烧 因为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喜欢点吃龙虾就吃龙虾 吃牛排就吃牛排 吃鸡排就吃鸡排 这样子 然后呢 因为他们这群就是 贵妇级的这些女生 他们非常重视身材 所以每次都控制师傅 师傅 师傅可不可以少油一点 这样子 那就觉得吃得很健康 他们也不胖 但是这个老板娘吃了半年之后 发现奇怪 为什么血压一直控制不下来 因为他的血压一直在 160 100以上这样 其实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 有在吃铁板烧的人 其实你要跟师傅讲 除了少油之外 其实盐分要少一点 尤其是有一些 比较高档料理的铁板烧 里面他有附所谓的海盐 玫瑰盐这些 这些虽然是很好吃 但是它的钠含量 跟一般的盐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你在做 铁板烧的这个 就是摄取的时候 其实可以不要沾酱 吃食物原始的味道 我相信你的铁板烧 也可以吃得非常健康 那因为怕我们的这个 纳含量过高的问题 推荐在吃铁板烧的时候 其实这四种蔬菜 其实必点 那包括空心菜 菠菜 金针菇 香菇 这个在铁板烧里面都有 那它是属于高甲的食材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吃到比较咸一点的话 这个可以 那在吃完铁板烧之后 不是会有咖啡吗 然后或者是茶 那这个都是 利尿的饮品 那也可以帮助你 那把它代谢掉 所以铁板烧呢 其实我们一样 实际是蛮推荐的餐点 但是你要聪明吃 那也有评价的这个铁板烧 他比如说你要一条鱼 自己煎一条鱼 牛肉这样炒 但是都会有豆芽在 对 还有你煎荷包蛋 这看你怎么吃 今天介绍的是 实际上都是比较高档味的 对不对 所以好的饮食 希望平常也都要养成 对 对我们的食物的原型 非常重要 没错 聚餐高赏自己吃大餐 也无妨 今天营养师也教大家 怎么吃可以同步吃到美味 跟健康 也祝大家呢 这个年过得非常愉快 对 吃到健康更开心 谢谢 谢谢 谢谢